飞弹命中箭竹瞬间 正有玉龙炸出恐怖火球 现场火花事件 浓烟直冲天空 惊人画面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以色列发动新一波空袭 声称击中好几个争主党据点和指挥中心 酿成至少30亿人死亡 双方交火再度升级 导致贝鲁特学校被迫暂时停课 不过最新消息指出 在美国和法国斡旋之下 以色列总理纳塔尤胡已经原则上 同意停我协议草案 并准备召开内阁会议 愿望在24小时内与真主党达成协议 暂时休兵60天 美国CNN报导指出 以色列和真主党将根据2006年战争 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所制定的第1701号决议的框架 达成停火协议 真主党和以色列将撤出边境 改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尼巴嫩军队进驻 并由美国设立监察机制 防止真主党再度武装 针对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为由 对以色列总理纳塔尤胡等人发出国际逮捕令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批评 这根本不够 应该要判处死刑 据7各国则表示 正在商讨对国际逮捕令寻求共识 记者吴将做报道